嗨,大家好,我是Rentelle 我前幾天幫我朋友拍了他們新歌的MV 超開心的人生圓夢 本來是說我的妝法要自領 但後來當天現場有請人幫忙 但是我還是要自己先畫好基本的妝 可是呢,礙於我本人的化妝就是一個隨便格上去 然後拍攝前幾天就開始問我的姊妹們 到底有什麼東西比較好用是可以整日持妝的 畢竟拍攝就是一整天 而且我是動來動去那種會爆汗的那種 然後就開始爬紋 順便給自己一個合理的藉口採購一番 就開始爬紋,然後看什麼東西好用 這時候我就覺得好需要別人的試用效果 還有使用經驗分享喔 於是我就決定把我這一次購買的戰利品 還有一些我在買的時候腦部很弱 一起帶去結帳的一些Lily Coco的東西 拍成使用經驗分享給大家看 順便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平常都是用這個黃針線的隔離霜打底 那我那天忽然心血來炒 就用了我在Annisfree買東西 然後送的試用法 這個是櫻花亮眼霜 我覺得效果還蠻不錯的耶 而且好香喔 然後最近用的美妝蛋 是我在去城市隨便買的 這個就可以直接當隔離霜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上粉底 我的粉底用的是這一罐 雅士蘭黛的粉持久Double Wear 這個是我上次去日本的時候 在關係機場的免稅店買的 大概台幣1300多塊左右 這個在台灣的售價好像是1800 然後我使用的色號是2C0 我買這個的時候 就是我在快到機場的時候 才在那邊爆發腳趴文的 挑顏色 然後我是看一篇文章 我覺得蠻實用的 我再把連結貼在下面 放上完粉底之後 我就會拍上薄薄一層的粉餅 但是粉餅之前呢 我們要先來介紹一個 我這一次買的東西 就是我很怕拍攝當天一整天 然後融掉 因為我眼睛有點容易融妝 然後我就爬文爬到了眼影打底膏 但本來是想要買VDL的 可是一個零食買不到 所以我就在康氏眉買了這個 阿咪咪的眼影打底膏 這個我在康氏眉買好像 不到250塊台幣 然後我當天真的超級持妝欸 眼妝大概拍攝時間12個小時 整天12個小時吧 我眼妝都完全沒有融掉欸 超強的 再來就輕輕拍上一層粉餅 我是用這個巴黎藍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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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餅拍完之後我就會 我就會 再拍上一層蜜粉 通常我都是用 Innisfree的這個 藍的 或者是綠的 但是我們今天要來試用 我那天也是腦波很弱 莫名其妙就買了的 I'm Mimi的 這個是 你看 我愛毛孔隱形 控油蜜粉餅 然後它上面有一個圖 就很吸引人 腦波真的很弱 但我當天就是用 我當天就是用這一塊補妝 很好用欸 因為我當天是真的就是一直動來動去 然後我也沒有補到兩次 十分始終 就是 它的粉 battle 是有一點綠色的 而且啊 它這個很好欸 它這個粉撲 是用來放的 這個我在寶牙買的好像很財299吧 好便好便 然後這邊畫完我們就來畫眼影 我的眼影有點無聊 我都會用這一盤 這個已經跟我超級舊的 我在澳洲的Chemist Warehouse 買的 裡面長這樣子 這個是巴黎藍芽的 我最喜歡的顏色 就是都已經凹凍了那2個 我最近都會用我上次在日本買的Excel的眼影 然後通常呢 我就會用這個 這個幾個 這顏色打底 然後用這個稍微畫一點 我們再來用Excel的 我通常就是用這一個顏色 然後再來這個顏色 再來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我可能就只補在眼角的地方 的時候用這個按個需要的 然後再開葉 然后我现在上完这两个颜色了 第三个这个颜色我会避开中间 然后最后中间的时候再用 最后中间的地方再用刚刚那个一开始这个颜色 然后在中间把它打亮 好 这边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画眼线 眼线我是用Kate凯婷的极细眼线液 然后我是用咖啡色的 我画眼线的时候就沿着我的睫毛 胯 描一条 然后眼尾的地方我就沿着我的眼型稍微拉一点点出去 不要太多 然后眼尾的地方我就沿着我的眼型稍微拉一点点出去 然后整条描完之后我就会回来看一下有没有画质 像这边就比较粗前面就比较细 我就把它补一补 然后随便把空隙也补一补 好当设计可以准备一下 正真是那不吉他 一起准备好 哇 这边的点准备好 来的 次之后就会儿好 然後下眼線的地方我們從後面開始 大一點點 所以把它按一按不要讓它太深 只要有一點顏色就好 然後前面也是一點點 那一樣稍微按一下 這支其實是它的新款 新的一代 可是我覺得比較喜歡它舊的我覺得比較好用 而且 比較小支比較好攜帶 我剛剛塗的那個阿咪咪的眼影打底膏啊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因為原本就是 我只要一天 然後我的眼角這個眼線就會融掉 可是那天完全沒有融化欸 超級次妝的 再來呢 我那天還買了我的人生第一支眉筆 我會買一支 INNESFREE的眉筆 黑色的 因為雖然我的眉毛很濃 可是它其實長得不太整齊 然後我怕拍攝的時候 這支 還是把它補一補 所以我就買了 我人生第一支眉筆 然後其實我也不太會畫 我就把這邊 因為後面的 後面顏色比前面淡一點 我就把這邊顏色補一補 然後它後面是有一個刷頭的 就可以把它梳整齊 我從來沒有畫過眉毛欸 那天是我人生第一次畫眉毛 然後 然後一樣用後面的梳子把它梳一梳 咳 而且我那天啊 還在我的頭髮綁起來這邊 很多女生就是這邊綁起來 都有一個角角 我們家都有 很討厭 然後我就用這個眉筆 在這邊補了一些顏色 我沒有買 我沒有買什麼修容盤啊 什麼的 然後我通常呢 這邊眼影畫完之後 因為我的這邊本來就比較 深一點 然後我的黑眼圈又很深 所以我就會這樣子 就是從那邊這樣 把我剛才畫的妝抹掉 然後我就修容完成了 然後或者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我就會拿可能 眼影盤上面可能比較接近的這幾個顏色 就稍微抹一點點 隔在這邊 然後隔一點在這邊 然後隔一點在這邊 那我開 好啦 然後那天 因為我朋友那天臉上 刷了一個睫毛膏 我覺得很厲害 然後我那天就買了 我大概有十 快十年沒有刷過睫毛膏了吧 然後那天 剛好就是在康市美結帳的時候 彩妝 他有買彩妝 然後加價購 就可以 這隻是 1028的 飛機長 黑色的 然後這隻是 在康市美 購買彩妝 然後加價購 只要 兩百八十塊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為了刷這個睫毛呢 我就買了一個睫毛夾 因為也不見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刷看看吧 在試刷之前 先來戴個隱形眼鏡好了 這是我那天看到KIMI直播的時候 他有介紹的 金碩的隱形眼鏡 然後我那天就跟我朋友 一人買了一條 一人買了一盒 這個是 抹茶塔 京都抹茶塔 我印象中金碩的隱形眼鏡超級好戴的 好綠喔 好綠喔 好囉 還蠻好看的耶 好那我們現在來夾睫毛 刷睫毛膏 這個睫毛膏 我在拍攝前一天試妝的時候 有 有刷 不會溶掉 不會溶掉 可是我在拍攝當天 因為其實我沒有很習慣 所以我拍攝當天 就沒有刷睫毛 睫毛我其實也不太會夾 而且我睫毛非常的 直 又硬 我睫毛雖然 蠻長 然後量也蠻多 但是 每次一夾起來 他就是一下就彈回去了 我們現在就來刷刷看 然後 我覺得看到大家都在笑 就是女生每次畫睫毛 畫眼睛的時候 都會一直拉人中 但真的就是不自主就會拉人走 還蠻笑死 好啦 睫毛很隨便的刷完了 但我覺得這個可以買 我覺得很不錯 還有什麼勒 其實呢 有人發現我忘記遮瑕了嗎 介紹一下我的遮瑕膏好了 也是我上次在大阪買的 Shiseido資生糖的遮瑕膏 我用的色號是S100 然後呢 我還買了一個 innisfree的腮紅 這個是19號 但是呢 因為我也是超級久沒有刷腮紅 然後 腮紅刷就不見了 我現在想一下吧 怎麼辦呢 用我在天心買了眼影刷 試試看好了 就可以了 趕快用手 啊 好不能结论还是这个颜色很好看 但我必须要去买一只腮红刷 我用一堂卫生纸试试看 最后一个东西呢 这个也是我那天莫名其妙脑波很弱就带出来的东西 这个是Maybelline新的一个口红 它叫做Super Stay 然后我那天现场就是试涂在手上 我觉得它一涂开就超级均匀的 然后颜色也很漂亮 所以我觉得也是莫名其妙就买了 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了 那今天的妝就完成咯 我那天还有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我那天是有绑头发的 然后我就去买了之前 我朋友他们都有买的空姐爱用 不知道这个怎么念 Utena还是Utena的顺发膏 然后我买的是 它之前好像是只有桃红色跟绿色 然后桃红色是正常 绿色是加强的款 然后这个白色是 后来新出的 它是有香味的 超级香的 然后它的效果也是跟桃红色是一样 只是我那天在片场用完 就不知道为什么上面格了超级多的灰尘 因为我中途就是有 我动来动去的 然后就是有补 这个也很好用 推荐大家 这个真的好香哦 好啦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拜拜